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9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给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人事方面的调整 在北京时间5月9日 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任命国家工作人员的通知 通知显示任命慎海雄兼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辑 任命王军正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 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 同时免去孙金龙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 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慎海雄出生于一九六七年 是浙江湖州人 一九八七年入党 一九八九年参加工作 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他长期任职于新华社 二零一二年担任新华社副总编辑 二零一四年担任新华社副社长 二零一五年 慎海雄出任了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二零一八年到北京 吕欣担任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党组副书记 中央电视台台长分党组书记 后来担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台总台台长和党组书记 此外慎海雄还是第十九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作为中国宣传系统的老将 盛海雄一直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文胆 习近平主政浙江和上海期间 盛海雄曾经任职于新华社浙江上海分社 并于二零一二年八月升任新华社副总编辑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中共重要的思想理论刊物求是 发表了盛海雄的长篇主题文章 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 谈谈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担当坚强领导核心 当时被认为是他未来仕途看涨的重要信号 在同年的七月 沈海雄发表了习仲勋与群众路线的读书体会 以正资产良心的化身这样的字眼来评价习仲勋 现在出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 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的王军正 在之前的二零二零年四月 已经担任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委书记 根据官方简历显示王军正也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在一九八八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了劳动部 历任部长办公室主任科员 副处级秘书等职 一九九三年的时候 王军正调入了云南省委办公厅 先后任副处级秘书 正处级秘书长 一九九八年担任昆明市委常委 后来成为副厅级干部 十年三十五岁 先后兼任昆明市政法委书记 市委组织部部长 后来担任昆明市委副书记 二零零五年的时候 王军正出任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 任职两年 二零零七年调任丽江 二零零九年出任丽江市委书记 主政丽江达到五年 二零一二年的时候 王军正跨省调政调任湖北省副省长 在一年后跻身湖北省委常委 并且兼任襄阳市委书记 主政襄阳三年 二零零六年王军正再度跨省调整 调任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 二零一九年二月 在主政长春三年后 王军正三度跨省调整 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此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 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孙金龙 已经调任了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和副部长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政府的签证新规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新规 从五月十一日起将对持有中国大陆护照的在美国记者签证出台限制措施 单次允许停留时间最多为九十天 到期要在美国申请延期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联邦记事发布的文件中表示 当前中国政府对包括美国记者在内的外国记者的待遇 与美国对待中国籍记者的待遇并不足够对等 也不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 修改持有中国大陆护照的记者在美国的停留时间 就可以与美国记者在中国的待遇达到更大程度的对等 中国外交部此前针对美方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行为 表示敦促美方摘下意识形态有色眼镜 摒弃冷战零和博弈思维 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情 中方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媒体打压 否则将损害更大的是美方 据了解外国记者在美国大多持有的是I-lay的签证 也就是外国媒体代表签证 对于中国大陆护照持有者 美国使馆和领事馆一般给出的是单次签证 在规定期限内入境 CBP的官员一般给予停留时间是身份有效期 也就是在受雇于申请签证时的媒体期间 可以无限期停留 签证类型是单次入境 一旦离境就必须重新申请签证 对于已经持有I-lay签证 在美国的中国记者将从五月十一日开始计算 停留时间不超过九十天 同样可以在美国境内向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延期 文件表示 由于外国记者在中国允许停留时间越来越短 以及签证续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 这类的规则可以创造更大的对等性 同时文件指出规则的修改 不对其他国家持有I-lay签证入境的停留时间产生影响 由于新的规定针对的是所有持有中国大陆护照的记者 因此预计的影响范围不仅包括为中国媒体工作的记者 也包括在美国为其他外国媒体工作的持有中国大陆护照的记者 在二月十九日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宣布 因为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以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为标题的评论文章 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耸人听闻的标题 决定吊销报社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 而同日在二月十九日 美国国务院计划将五家中国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 包括新华社央视海外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美国海天发展公司 也就是人民日报海外版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文件 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实体必须遵守某些行政要求 这些要求也适应于在美国的外国使馆和领事馆 当前他们必须将其人员名录和不动产资产通知国务院 就像任何国家对自己的外交人员做法一样 在三月二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 对特定中国媒体在美元公诉施加限制 具体是对二月十八日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外国使团的五家中国媒体 包括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 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要求他们的中国雇员人数从总计一百六十人降至一百人 并且给了各家媒体施加了人数限制 新华社五十九人中国日报九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两人 还有央视海外版三十人规定从三月十三日生效 而这些媒体必须要在三月六日知会美国国务院具体的留美人员名单 在三月十八日外交部宣布将取消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三家媒体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十天内交还记者证 今后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从事记者工作 还要求这三家媒体再加上美国之音以及时代周刊 向中国政府申报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工作人员 财务经营所拥有的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方方事件的最新进展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近日驳回了一个针对该校教授言论的举报案 而武汉日记的作者方方昨天晚上发文致敬 并呼吁湖北大学等学校学习北师大 保护好自己的教授 不要被网络流氓所绑架 最近中国的一些网络人士对于方方的朋友圈发动围剿 凡是发文支持方方或者被方方转发文章的教授 均遭到了大批中国网民的棋底 过去的言行也被挖出来 并向所属大学举报 这样的作为似乎越来越严厉 迄今为止没有看到官方介入表态 继湖北大学教授梁艳平 海南大学已经退休的诗人教授王晓妮 被校方宣布调查后 哈尔滨师范大学官方微博 在五月七日晚间宣布关于网络出现该校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有关不当言论之事 已经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 对此涉事者在微博发文表示 我总是能够看到社会进步并为之欣慰 比如现在中国此前没有一次对真实的追求 像对方方日记这样 但是这样的行动在北京师范大学这里却出现了不一样的情节 受试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是张曙光 他曾经发文指出 在五日上午去学校开会 是疫情以来本学期召开的第一次学术委员会 为一位被告状告到教育部的老师形成决议 类似正在湖北大学和海南大学发生的揭发事件 只是没有在网络上进行进一步的公开 他指出全体委员会对告状揭发信声称的 这位老师的研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搞乱年轻人的思想等结论 明确表示反对甚至不屑 认为是无限的上纲上线 一致的结论是老师在这个方面不存在政治问题 对此方方晚间也在微博发文表示 非常高兴看到很多人都在向北市大的老师们致敬 他也要向北市大的老师们表达敬意 你们太了不起了 方方表示也特别期待湖北大学海南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能够向北市大学习 像北市大一样保护好自己的教授 不要被网络流氓绑架 向全国以及全世界展示中国大学本来应该有的品格 方方批评这一些网络的人士 与他们观点不同者的微博一番就是十年 找出与现在时代有差异的直言片语 然后就去单位举报 用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 以霸气的口气 公开强行要求校方处理 下手之恶毒下流完全突破做人底线 如果我们评 Advance